郭新疆巴山川鄧秀教 因為超過的修養的日漢 加上在何城邱頓來威康 高通部公路宗教 本來將近四億的港頂經費來貼獨中間 到現在已經接近完工了 為了來提供民眾更加好的修養環境 南道跟不斷沒有人回來進行 路面改善的計劃 但是因為在做過度和合治的設計 沒有符合到當地區民的修養儲求 南道跟不斷辦理協調會聽出提供的意見 郭新疆巴山川鄧秀教中間工程 至今已經接近完工 為了要提供民眾更加好的修養環境 南道跟不斷沒有人回來進行路面改善計劃 因為超過度和合治的設計 沒有符合當地區民的修養習慣 南道跟不斷在港地 基盤協調隨便會 因為說六局這邊要設計這個潮化島 是把這個道路縮小 變成說一台大客車在行走的時候 會妨礙到騎摩托車人的安全危險性 以及我們鄉 我們村民的方便性他們都沒有考量 所以說我們建議他用潮化線不要做潮化島 郭新行政區美領南道管議員林芳宜 也有現場來關心道路改善救援的幸福 雖然南道跟不斷的潮化島設計 希望出入的交通動作更加安全 但是他們建議跟不斷的頓 尊重地區的意見 來符合地區使用需求 我們也希望說經過大家的討論 可以把它做為最完善 也可以讓我們大家的行車出入能夠更安全 那這個潮化線的設置 我想也是有他們專業的考量 可是也希望他們也能夠考量一下 我們地方居民的行車的這個習慣性 以及方便性 希望說實質的潮化島不影響我們 是不是說能夠不做改為我們標縣式的這個潮化島 方便我們地方的進出 能夠更確保我們這個居民的這個安全 今天一個行程聽到民眾歡迎之後 工務大賣尊重地區的意見 進行整個變形來符合地區的需求 原先就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三角潮化的實體設置 讓這個我們中正路四段出來的車 跟我們台14線 盡量維持一個正交的一個入口 那但是今天可能居民他可能在使用習慣上的一些差異 那公務段會把這個實體潮化 以標縣情的潮化來做改善 那這樣也有相同的效果 張秀教中間工程經過一年外的時間 工程已經接近完工的改端 結果工程支撐最後收尾的部分 如果大家如果都有共識 大家四月底都可以順利來通車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導